特斯拉又降价了 现在国产的Model 3只要249,900 不那么富裕的我 也终于可以当得起尊贵的特斯拉车主 不过话说回来 花一样的钱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呢 这期同家的购车指南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如果花一样的钱 你更愿意当谁的国产韭菜 很多人说今年是特斯拉年 它的市值做到了汽车厂商的第一位 它的销量也达到了新能源车的第一位 甚至于在今年上半年 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每两个人选择豪华品牌周行车 就有一个人买了特斯拉的Model 3 不得不服 特斯拉太强 卖的好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完美的 这台特斯拉Model 3 虽然刚刚买了不久 但在之前 我们已经深度试驾了很久 它有很多让我不满意的地方 比如特斯拉的做工 Model 3国产了 也降价了 但糟糕的装配和糟心的设计 依旧遍地都是 有些盖板不够牢靠 有些地方缝隙过大 还有些设计 你永远看不得 比如说 我就永远无法悟到这个盖板 到底该用多大力套去把它关好 比如按下门把手 手指要做一个灵活的转动 才能拉好它 当然如果你的手没有这么灵巧 你还可以选择双手打开的方式 这样会误实很多 工艺精湛的中国师傅 也调不好它 侧门脚链的位置 6倍很漂亮 但当你打开后备箱盖之后发现 这又是一个糟心的设计 因为雨稍微大一点的话 你的后备箱就变成了雨天的蓄水池 但这些细节真的会影响到 你选择购买这样一台车吗 我们找了一台价格相当 但细节做工比它好得多的车型 来看一看 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一台车就真的变酷了吗 那接着我们来看 一台摩托三上坐得不好的地方 那在一台比亚迪汉上 它的表现怎么样 那先来看它的板净件 它的缝隙做得非常均匀 看上去很有品质感 那整个车的车头车侧车尾 都用了大量的镀银件 要比Model 3多了很多 再来看车里面 整个车的内饰的用料 我觉得是非常的高级的 你像门板上的上面这一块 它竟然用的是带缝线的皮革 那它座椅的材质也非常的柔软 缝线也很漂亮 那么包括这些内饰板的安装 也很牢固 以及比亚迪汉的后排 比Model 3有更大的空间 有更舒适的座椅 这才是一台中大型车 应该有的水平 那么关于关门的问题 这台车上并没有问题 但真的来说 汉这台车的造车速度 还是非常传统 它依然用扎实的用料 精美的设计 有仪式感的装置 来构建一台车的豪华感 这跟我们传统认知的那些豪华车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而作为一台电动车 这台车上基本上找不到那些 让人眼前一亮 或者是有兴趣体验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 所以这台车适合什么样的用户群体呢 首先就是那些喜欢抽烟的 有开启的天窗是必要的 再有呢 他们更加习惯这种传统的人机交互 以及喜欢这种看得见摩托照的豪华 还有一点呢 就是续航领程希望是更多一点的 这台车有600多的续航领程 所以说这台车跟Model 3相比的话 他们所圈出来的这个用户圈层 其实交集是特别小的 这两个车完全就是两个圈层的产物 并不存在太多的直接的竞争关系 我们认为特斯拉最酷的地方 就在于超级冗余的硬件 和超级无敌的软件 先说说一些让你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 北美地区曾有部分Model S75D和60D的电池容量 其实是一样的 国内的Model 3 无论你是否卷装FSD 它都会提供你支持FSD的HW3.0芯片 而相比之前的2.5芯片 它应该是更好也更贵的 后排座椅的加热功能 其实是预装好的 但它不会告诉你 你想用 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才能解锁这样一个功能 这在传统汽车厂商里 那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它电机的实际输出极限 也绝不仅仅是 你目前开车能感受到的水平 更有趣的是 Model 3国产标准续航版车型 其实有6个额外的喇叭 是帮你配好的 但它不会发出声音 目前虽然还不能付费解锁 但我相信 这个钱特斯拉也是一定要赚的 这就好像 你买了台iPhone 12 转过来发现 哇 居然是三个摄像头 还带长焦 等你兴致勃勃地打开相机 它显示到 使用长焦镜头 请付费800元解锁 特斯拉为啥要干这种事呢 就是希望让硬件有足够多的余量 才能将来让软件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比如 AutoPilot辅助驾驶功能和FSD功能 都很容易去唤醒 换挡拨杆连拨两下就能启动 很容易融入到日常的驾驶习惯中 辅助驾驶的一些基本功能 比如车道居中 自动变道 弯道保持能力 路障识别与躲避能力 后方来车检测能力 道路信息识别能力等等 都可以实现持续不断的优化 只要你的软件能做得更好 下个月你的系统OTA之后 可能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 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些进化都是真实的 几个月前 Model 3还只能识别车辆 行人 自行车和摩托车 现在 它已经能识别装缝 那么几个月后呢 它是不是就应该可以识别红绿灯了 这就像你的手机一样 今天安装王者荣耀能开黑 明天下载WPS 能写稿 后天汽车这家软件升级了 你就可以一边看我这个视频 一边在评论区下单Model 3了 正是由于这些冗余的硬件 每天不断升级的软件 才让这台车 每天都像新的一样 什么是酷的车 这才是最酷的车 如果这就算酷的话 那是亚克没有把小鹏P7放在眼里 要知道特斯拉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解决方案呢 是1R5V R是雷达的意思 那V呢是摄像头的意思 而小鹏P7它用的是5R10V的解决方案 其中有个摄像头呢是一个车内摄像头 可以监测驾驶员的注意力 另外小鹏P7还有一个双屏高进地图 可以让你在隧道里面信号不好 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的地方 它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单从硬件上来比的话 小鹏P7才是真正的碾压 好 现在我们把小鹏P7开起来 感受一下它开起来跟摩托三的一个主要差别 首先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是 它的前方的视野 它的引擎盖更高 包括它的后视镜也更窄 更小一点 所以它的视野没有摩托三那么开阳 再有的舒适性方面 我觉得小鹏P7是比摩托三更加舒适的 整个底盘的调教 介于舒适和运动之间 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没有像摩托三那么紧动 那么对于开长途来说 是更加的省力气的 但是你都开长途了 这些事情应该让车来自己做吧 都是智能化的汽车了 不好意思 小鹏P7目前还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同样价格 如果P7跟摩托三区相比的话 P7它的车载的配置 明显要比摩托三更高一点 而且你还可以选择这种 12喇叭的单大音响 明显有一个更好的音质表现 那么除此之外 关于P7的更多的缺点 我之前也拍过一个视频 进行了一些吐槽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回看一下 真相来说 小鹏P7是一台不错的车 整车品质还可以 但是就拿现在这个时间 你要去跟摩托三行对比的话 我觉得还不太公平 摩托三像是一个丰富经验的 一个老拳手 明星拳手 而且红P7还做得热身 还没有湿展开 很多的软件工程师 还在疯狂地掉着头发 你真要比的话 你知道这一帮工程师 头发掉出了 对吧 再等等吧 再等等 那么最后 让我来说说 我的这三台车的看法吧 首先这台比亚迪的汉 它是一台很好的比亚迪 但它不是一台很酷的电动车 在它身上 我们看到了比亚迪造车的上限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这个价位里 它做的 从传统车的角度而言 无可挑剔 但如果说从一台 不一样的 很酷的 智能电动车 聪明的车的角度而言 我认为它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反观这台小鹏的P7 看起来就很像特斯拉 它在整个工程 设计思路方方面面 实际上也没有摆脱 特斯拉的一个阴影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他们希望用中国人的智慧 做一台更好的特斯拉 它在有些方面 确实做到了 比如说它的智能语音 自动摩车 还有慷慨大方的选材用料 但有一点 我需要特别提醒你 你现在买到这台小鹏P7 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 或者说是一台期货 因为它连最基础的定速巡航 也做不到 但想想几年前 蔚来ES8 不也是这样干的吗 只要后面能补齐 那就可以了 最后 再来说这台Model 3吧 首先感谢所有 之前买它的车主们 正是因为你们的韭菜行为和努力 让我们能够花更小的代价 现在买到它 当然我们也想对 将来那些打算买 特斯拉Model 3的人说 明年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你们的韭菜 你们买它 也会更便宜 而如果说从专业角度 给这台车做一个描述的话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 这是一台拥有 非常强的三电技术 非常好的辅助驾驶功能 而且操控感受也不错 但除此之外 完全一无是处 偶尔还会抽风的 纯电动家用轿车 不话说回来 在这三台车里 我们用钱包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是你 这三台车 你会选谁呢 欢迎把你的答案 在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帮我们一起完成 这期同价的各社职能 这期同价提供 解决 解决